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我来讲意义更大 一位世界知名的学者 他最后的一本译作 而且这个译作是一般 我们都不知道的一本翻译 这是讲什么 是讲广州的 讲十八世纪的广州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变成他最后的译作 在中文大学出版 这个意义对我来讲很重要 像这样的例子 还不止一个 比如说 随手信手起来 我刚说的这本感触很深 因为中国现代小说史 不管你赞不赞成他的观点 已经是经典了 这个是经典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的读性是我翻译 我都忘了 可是呢 夏先生刚刚过世 也许是偶和 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是大学出版社应该做的事 像这种我的感觉越来越好 上次听到你们讲到 是跟这个 纽约布局合作的 因为那个出版社 是专门找一些 不受以前被忽略掉的经典 而且是跟他们合作 是专出版一些 跟中国亚洲有关的书 西方人写的 我觉得很值得 我觉得这个 从这三个例子看出来 就是说 你们所做的事情不是一种 制度上 顺理成章的事情 某某学者要升等了 出一本书 于是你们把它出来 你们现在是出一些 你们觉得在文化 历史各方面有意义的书 这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 刚刚好我看到的这几本书 使我想着举个例子 都使我感觉到中文大学 果然是有一番心理气象 这个我就觉得很难得 因为一个大学出版社 基本上因为叫做 很容易走向一个很style的路 就是枯竭 就是按部旧班 就这个样子 一切按照程序 现在我觉得 诶 有些心理气象 你们出什么 其他我也搞清楚 可是我就发现 诶 好像五花八门呢 有了我不赞同东西也出 那无所谓 对 我顾饮其名 那是帮你们赚钱的 你们这个整个的设计 这个制作第一流 这个绝对第一流 对 但今天我是不是要出 因为我这个地方 还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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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